在第一阶段 有一位选手 他做了一篇演讲 演讲一个礼拜以后 网上的点击率 至少超过一个亿 他的经历 可能跟跨界 会有莫大的关联 所以掌声请出的是 马丁 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题好难讲啊 跨界 好大的一个概念 崩溃 马丁讲这个话题 因为他也是一个 活络的人 怎么办 吃饭也行 走路也行 哄孩子也行 做节目也行 低调一些 把位置给放平 再握两次 好 一直握下去 对于我来说 我是演说家 就是自己 跟自己的对话 自己跟观众的对话 讲一场 就转一场 大家好 当时那天演讲播出 讲你爹的 看的时候 你家里面的状况如何 那应该是我们家 很久没有出现的一种状况了 就是我我妈 我太太我女儿 全家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们看得很认真 我妈哭了 她看完之后跟我说 你讲得不错 你爸就是这样的 她一定听到了 她会很高兴 谢谢我是演说家 谢谢 好 接下来马丁 你说 我们听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李悦奥运会 最火的中国运动员 是谁 张继科 有一个人 她人称洪荒少女 她的名字叫 富元会 对 富元会太逗了 我看那个视频之后 忍不住在家里模仿她 不到59秒 我游得这么快 把我女儿吓坏了 我女儿说 爸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 爸爸下巴有点不舒服 特别可爱 这个女孩 火了之后 有网友给她留言 说你别游泳了 你转战影视界吧 参加一下咱们那个 跨界喜剧人 对 然后再参加一下跨界歌王 再上一次春晚 至少她能红500年 富元会本人不乐意了 人家发了微博 说 我不是网红 不是表情包 我是职业运动员 对不起 无论你愿意不愿意 你已经从运动界 游到了娱乐界 因为这个时代 跨界无处不在 除了他之外 我们随口还能说出 一堆跨界的例子 比如说汪峰 一个歌手 唱着唱着唱着 就唱出一个耳机 还有颜亮 一个跳水运动员 跳着跳着跳着 他跳上了舞台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心里 会不舒服 纷纷不平 说马丁 你说的这些人 非富即贵 跨界这种游戏 他们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可是这跟老百姓 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卖早点的 下班以后给手机贴膜 一个小职员 下班以后开网店发货 这能叫跨界吗 大哥 这顶多叫兼职吧 没错 跨界这个词 在被发明的第一天 就仿佛自带光环 你能闻到一股成功 和时尚的味道 但是 事情本该如此吗 跨界 只能是名气 加资本的互联网游戏吗 No 跨界 只能是特殊阶层的 强强联手吗 更No 这种理解有偏差 跨界在我看来 是一种手段 更是一种思路 是一种联合 更是一种突破 是关于技术 但更关乎精神 一个人人都应该具备的精神 和选择的权利 今天我要讲的 就是个人发展的跨界 跨 跨越 超越 界 边界 界线 好 我们所有人 我们最该跨越 又最难跨越的界线是什么呢 世俗的观念 家庭的守旧 还有内心的恐惧 每一个中国的孩子 从小到大就被教育说 你要守规矩 别越界 我小时候就想考北京广播学院 想当个主持人 我爸不同意 斗争失败了 我就学到法律 大学毕业之后 我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在青黄大学 教留学生汉语 当时呢 一个月基本工资 加这个课时费 能挣一万多块钱 那是2001年 当时北京房价 才3000块钱一平米 还有更美的 就工作稳定之后啊 我们家登门 介绍对象的阿姨就多了 他们都问我妈 你儿子干什么工作的呀 我妈强忍住内心的骄傲 云淡风轻地告诉他们 就是个大学教书的 哎呀妈 一下我能收这么厚的一摞照片 全是漂亮姑娘 但是总觉得 内心 有一丝不甘 我那个小小的梦想呢 我想当主持人 那个小小的梦想呢 他是不是跳出来 挠我一下 挠得我浑身痒痒 到了03年 机会来了 有个人找我 去给新浪主持一场 网络聊天 采访一个作家 刘庸 来自台湾 哎呀我特别高兴 哎呀我终于能够 尝试一把主持人的影了 我用了两天时间 看了他实际本书 然后呢 把所有的问题写了 满满的三张A4纸 记在脑子里 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看到刘勇老师的那一刻 问题全都忘光了 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办 咬着后槽牙 愣憋出一个问题 刘老师 有网友说 你的书中充满了 没有营养的励志故事 和空洞的口号 可是销量却很好 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勇说 啊 这是哪个网友问的 你找出来给我看一眼 说实话 刘勇是个很有涵养的作家 把他送走了 总编辑马上把我 叫到办公室 说啊 你是兼职是吧 来新浪工作吧 就当主持人 每个月给你 四千块钱工资 这可是主编辑的标准哦 我说多少 四千 他说对啊 不少吧 说啊 真不少啊 我回家考虑考虑 回家考虑了三天 或者说挣扎了三天 我做出了决定 去 我去 当然这个决定 不能告诉父母 不然会出人命的 我偷偷地 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 心中充满了期待 我马上就要在新浪 在主持界 展翅高飞了 冉冉升起了我 入职一个礼拜之后 在空中的我 啪地摔到了地上 为什么 首先是太累了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每周工作十六小时 对吧 在新浪 每天工作十六小时 其实身体的劳累 倒在其次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不被尊重 原来 我在学校的时候 学生们都会 恭恭敬敬地叫我 马老师好 去了新浪 我是新人啊 别人说 小丁子 来一下 小丁子 马老师 小丁子 感觉像不像 一下从汉林院大学 我也是变成了内服小太监 钱也少多了 一万多变成四千 还是税钱 我妈蒙在鼓里 不知道 还夸我的 哎呀 儿子最近不错呀 你看不乱花钱了 我心里说 妈呀 不是不乱花了 是没钱可花了 好吧 这些我都能忍受 但是有一件事 我不能忍 我现在想起来都生气 在我入职新浪之前 他没有主持人这个岗位 所以我入职之后 给了我一张名片 上面印的是编辑 不是主持人 别人问我 马丁你干嘛的 在新浪 我说我是主持人 别人拿过名片一看 你不是主持人 你是个小编辑 是的 我就是个小编辑 这个小编辑 每天身体被掏空 午夜回家的路上 一直在问自己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迈出这一步 你是不是傻 你为什么要追逐 所谓的梦想 你为什么 亲的父母 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你以为你是主持人了 别骗自己了 你就是个小编辑 这到底是为什么 早上醒来的时候 所有的为什么 都有了答案 就一个答案 因为 我愿意 我愿意那种 早上起来 不再想 赖在床上 一秒钟的感觉 我愿意那种 想到当天的工作 就充满期待 充满兴奋的那种状态 我愿意看着镜子里 虽然累得像条狗 但依然能够笑出 生来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在实现 自己的梦想 我在一步一步地 接近它 这就是我 个人生涯中 特别短暂的一段 跨界的经历 跨出界外 回头望去 我发现 舒适区 一定不长久 安全区 一定不安全 过去 有多少 铁饭碗 金饭碗 现在呢 变成了瓷饭碗 泥饭碗 过去多少公司 如日中天 柯达诺基亚 现在一转眼间 它们消失在 历史的背影里 古罗马的声色全马 古巴比伦的 重情享乐 回头望去 灰飞烟灭 无论个人 还是企业 还是国家民族 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融合 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走出 你自我封闭的界线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若不跨 就会挂 说到这儿 我请所有 听我演讲的朋友们 看一看 自己的生活状态 你是不是在 某种特定的环境中 已经待了很久 你的心中 是不是还想做 跟现在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件事 成为另外一个自己 如果你没有 恭喜你 你可以伸着懒腰 没问题 但如果你心有不甘 我想告诉你 勇敢地爬出来 你的膝盖会被磨破 血肉模糊 疼痛不止 一开始 你只能跪在地上 爬着往前走 但是慢慢地 你会站起来 你能直立行走 接下来 你会跑起来 越跑越快 不断前行 总有一天 你会展翅高飞 自由翱翔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马丁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所有朋友听完都记住了 知道什么是跨界 知道为什么要跨界 你跨了吗 我跨了 你是跨界 其实刚刚就想问陈铭 其实陈铭刚刚在听的时候 应该是最有感受 感同身受 就快泪流满面 她是在五大做大学的老师 我现在的本职工作 依然是武汉大学 新文语传播学院的老师 所以你刚才说到 你的每一步 鲜血淋漓的膝盖的时候 我都不住地 看了一下我的膝盖 但你们两个有差别吧 马丁好像按照他刚才的说法 他是一步跨到位的 你现在是脚踏两只船 两船同跨 对 你辞职吧 陈铭 你知道为什么有区别吗 因为时代从2003年 已经到了2016年 这个时代 当所有人都意识到 跨书界线重要性的时候 踩在界线两边 有的时候也是融会贯通的好方法 我就是跨出去 然后后悔了 回不去了 你这个后悔的日子 过了有多久 那是惨不忍睹 不堪回首的一年 那那些有一些人 他跨出去以后 他就在想 哎呀 我舒适了半天 还不如不跨 这部分的朋友 你怎么办 你对他们有些什么建议 我觉得如果你想大富大贵 然后功成名就 所以你跨界 那你的期望值未免太高了 你可能注定得不到 然后你就会失望 就会郁闷 就会骂娘 对吧 但如果你抱着说 我想尝试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想试一试 我还能干什么 如果你享受这个过程 跨的这个过程 那你无论你跨成怎么样 只要你保证生活 你都应该知足 你都应该高兴 你没有白跨